大家好,我是前田 今天1月3號天堂院新職業第九職業神聖劍士登場 願光之因海薩的力量引導我們 在天堂院的官網,你就可以來搶先預約 來得到你的符石 要怎麼得到符石呢? 我們一起來預約就知道啦 點這個下面這個1月3號光芒乍線點進去 然後就出現光芒,超越劍與魔法的界線 然後點搶,搶先預約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說 心職神聖劍士事前預約 那是從1月3號中午12點 然後1月12號的二... 的... 晚上12點 那應該就是13到... 應該就是15號出啦 然後他有送高級勇士裝備組的包 太鼓預期 然後加速任務捲 這應該是經驗捲五個 無時變換時啦 這最重要就這一個啦 然後... 看你是... FucoPlay還是Apple 然後Sony的... 手機 我這邊先遮一下 我這邊先遮一下,不好意思 Sony的手機以後 手機輸入完以後 好,這個我看到了 完蛋了 然後點參加預先登錄 點參加預先登錄 他就會說已完成預先登錄 獎勵後續將會使用簡訊發送 然後一個手機只能預約一個帳號 所以你要兩個帳號的話 你就需要留兩個手機 好的 我們再來看其他東西 然後第一個 左邊這第一個 就介紹神聖劍士的故事 這個我們可以跳過 這個我們就跳過啊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直接看神聖劍士的變身 流傳象牙塔 神聖英海薩傳說 帕拉丁 負以魔法力 所以他是 劍與魔法的一個職業 對抗巴拉卡斯戰鬥的前鋒大將 這個我們就越過 然後來看他的技能比較重要 像第一招神聖 這次應該是比較 OP的技能 神聖置換 就是可以跟敵方交換位置 將戰場的局勢變為對我方有利 就是你 這個 這個的使用的話是在 當敵方 當敵方在劣勢的時候 他只剩幾隻小貓的時候 你在追擊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可以把他交換過來 然後交換到自己敵 自己友方的地方 然後進行衝暈 這樣 然後再一與擊殺 這個 這個的用處就是這個 然後時間消除很簡單啊 就是把你的CD消除 比如說衝暈 衝暈會有CD嗎 然後馬上衝暈完 馬上按時間消除 然後再衝暈 這一招也是相當OP 然後魔鏡就是反射之境 比如說對方對你 對你放舊光 他就會反射舊光的傷害給他 包 包完特效都會 然後神聖衝暈 這個神聖衝暈他說 是最強的牽制技能 讓對方無法使用 使用那個魔法 就是一些 比如說補血啊 那些啊 技能都不能放 就是你把他衝暈成功的話 對方是無法補血的 所以我覺得是會比 暗奇的扣減傷更好 所以這些衝暈 有可能都可以疊加狀態 所以非常棒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神聖劍士算是一個 反OP的職業 難怪韓國人那麼多人賺 然後神聖保護就是 小聖劍啦 他翻譯過神聖保護 護魔武器混亂 會扣敵人的防禦力 然後受傷害了 來看一下 雪蒙的租借系統 他是說 詳情開放內容 請後續官網公告 所以這個 這個是可以把重複的變身 跟魔法卡租借給 雪蒙成員 好像是最高可以到紙墊吧 好的 轉職劍士的話 這應該也是他後續才會公佈 他就是會出現一個 賣你三千鑽的包 然後會將角色名稱經驗值 等全部保留 飾品裝備技能 可部分替換 然後這個之後我再 另外再拍一部片 拍一部片講解吧 這我都有講解過 技能就是無選式啊 紅色技能無選式 紫色應該也是 然後裝備的話 藍色是可以換三個 紅色跟紫色的話 應該也是三個 飾品的話 應該是可以換五個 總共加起來五個 兩個戒指兩個環 然後可能 內衣可以換 換一個屬性這樣子 好的 今天就是教你們這個 預先登錄啊 祝大家都可以拿到 拿到這個 符石 跟玉璽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五十一顆 商城要一萬塊 或是五十萬名一幣啊 而且要十七級選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玉璽可以幫你省價四千 四百賺 好的 祝大家神聖見次的事前預約成功 然後15號 沒意外的話15號 就可以玩了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